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我是喜哥 我們是Hate5 講新聞 這個傍晚新聞就不講天氣 但我也要講 好熱啊 喜哥怎麼樣? 好像是夏天的來臨 有夏天的感覺 有這樣的感覺 對 今天確診數字是少於10宗 連日都是單位數 不過好像說 找到某一些變種病毒 在這個確診中存在 那些都是輸入個案 其實現在看到疫症真的緩和了 接下來可能就會通關 或者是旅遊汽舖 不過就這樣說 就算是打了疫苗 想著可以外遊 都很願望落空 這就是某一個日報這樣說 他就說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不是每個國家都承認 那些疫苗 不敢說哪一種 有些是說得這麼隱悔的 還有他們的旅遊汽舖 他會做的 都是找回鄰近城市 就算是疫症差不多 我現在看到最近應該就像是新加坡 新加坡好像跟澳洲在談 是的 新加坡和香港都在談 但實際是怎樣呢? 暫時還沒披露 但現在的細節就是 哪一種疫苗許可 哪一種疫苗不許可 看這個報紙就說了兩個字 科興就說可能不承認 這樣說的 所以就說 怕香港人打了之後 就兩頭不到案 想去 但去不到 但政府給你一個定心院 就說 回大陸就一定沒問題 肯定是沒問題的 這樣 所以就 大家自己想 有些人說出關而已 有些人喜歡去旅行 有些人喜歡回大陸 各下的事 繼續說 這個疫苗 中國那邊就怕第二次大爆發 你知道中國的數字 就是說 很多天都沒有本地感染 間中才有一宗 幾十億人口 你說中國那裡多厲害 鍾南山就叫民眾 盡快接種疫苗 好久都不會爆一宗 一來就說 很久都沒試過有本地感染 其實很多天 那又要這麼急 打疫苗呢 這個又很有趣 整件事 所謂的爆發 我都沒聽過 中國爆得有多厲害 看過那些數字 全部都是很低的 控制得這麼好 為什麼又這麼緊急 說要打疫苗呢 這個也是一個 比較奇怪的 不要說得這樣 就自己想 有些事情 再說 你知道香港 其實現在搞到這樣的情況 很多人都說要走資 我看有些YouTuber 經常都教人走資 是啊 所謂人走不了錢 都要先走 這樣 原來說 永久離港提早取MPF 一季裡就增了72% 其實很多 達到17億的金額 你看到很多人都走資 人走不了錢 都先走 免得你一會兒又冷 又等等 很多方法可以離開 你說錢 那我就沒有的 因為我窮 但有些人好像那些什麼什麼哥 要走錢去哪裡 不奇怪 真的 當你了解過很多年 我戶口都要100個的時候 這個遊戲還沒到我玩 是啊 我們這些窮鬼沒得玩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走呢 你看到香港很多的新聞 都是相當之不公平 好像有些看得到心都痛 看到有些暴動罪 入獄的 就說 荃灣深水埗等跨區暴動 官子監禁是唯一合適的刑罰 就籌四年 嘩 四年 不是 四年不要緊 你要知道那個人四年他做了什麼 OK 這個被告叫蔡子聰 我為什麼要提他的名字 我希望他有一天 譬如有些黃店 或者有些機構 或者不知道什麼組織 幾年之後 四年之後 真的都還在營運 希望他們真的請回這些所謂的 就是年輕人 因為他們那時候可能是一時 不知道自己做什麼 或者是不知道做這件事有沒有用 但是他做了先 他真的有個為香港還是抗爭的心 可能做多了一點點 但是你看到他們的罪是很慘的 我讀給你聽你就知道 蔡子聰是二十歲的 學生來的 他就是被控三罪 有三條罪 分別就是暴動 第二就是非法集結 第三就是公共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但是 告訴你 那三個罪裡面 有兩個是沒有告到他 最後只是告他暴動罪 告訴你他有什麼攻擊性武器 他就是 叫做有裝備 只不過他帶了兩支雷射筆 蛤? 帶了兩支雷射筆 在第二份報紙說 他是用雷射筆射到警察 然後被拘捕了 之後現在要入獄四年 你想想這件事多麼嚴重 相當嚴重 那法官就說 被告的更生 更生意思是 讓你改過自身 出來的社會 是重要的 但是 這個罰你的阻嚇性 這個懲罰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他就是監禁 是唯一合適的選擇 就是告訴你 殺一警白 他不希望之後 有年輕人再走出來 所以這個人才判這麼重 所以我覺得他是特別 很心痛 令到我覺得感受到 香港也會 有些人也會為這些年輕人而心痛 因為好像當日 你說戴頭盔 全副武裝 是不是這些年輕人 這樣出來呢 我知道當時 很多一些人 有這樣的形象 在網上拍照 或者怎樣 都真的叫了很多人 什麼 有些人真的沒事 在這些日子 但是你說坐牢 這樣 人生有多少個 四年 就白白地進去 就坐這些 就坐這些 所以 你懸人出去的 在後面打幾隻字 那些 有 真的這些 這些就看到了 他有什麼裝備 他說有什麼 護甲 頭盔 面罩 手套 這些全部 你算是什麼武器 還有雷射筆 兩支 噢 那嚇到警察 你說我看到以前 我看新聞 不殺 有些都沒有那麼重 但是你說暴動 原來暴動 最終判入了四年 同樣跟你說 已經減了三分一刑期 你想想 這個年輕人 他人生 寶貴的時間 就這樣進去坐 所以我覺得很心痛 希望一些組織 你們經常說 打正之旗號 做什麼做什麼 將來他出來 如果別人嫌他有案底 什麼 請回他 什麼都好 沒有理由 有一些 進去坐牢 然後出來說 買屋 有些都是很多錢 這些 有名有姓 但有些人不認識他 都可以叫做無名的 英雄也好 烈士也好 很多這些人 都會有這些問題 我希望社會 包容 他出來的時候 多給他一些機會 可以追回這些時間 或者怎樣都好 不想他就這樣 除了他之外 另外一位叫做調酒師 在太子站參與縱火 這個反而判得輕 過剛才那個 那個就四年 這個就籌三十九個月 真的三年零三個月 這個就是有縱火 他說他身世坑坑和有悔意 兼願賠償 所以法官就輕判他 所以我覺得這些社會運動 最後受傷害的什麼人 就是這些年輕人 這個都是十九歲 調酒師 很小的 很小的都是十九二十歲 衝動 一時衝動 所以我經常的視頻 我經常告訴你 你要留下你的自由身 你不喜歡這裏 就離開這裏 拿這裏的優勢 可以賺到錢 大家都有好日子 如果你付出這件事 之後你得到什麼 就是推翻政權 什麼各樣 做不到 但是當時就是發聲發洩 小部分 不是說 那個人出去就不是這樣 但是小部分的人 是比較衝動一點 就是做一些 叫做縱火 或者什麼 看到 因為這個 就說他是身世可憐 至有就遭父母 就拋棄 由阿爺阿嬤大 所以法官就輕判他 就給剛才那個 就是雷射筆那個 就是 還判輕了 你看到 香港的法律 各樣都很令人心酸 對 講完這些 講一下其他 新聞 這些都說不完 一天都說不完 大家如果有一班人 講到 一邊哭一邊唱歌 都很遲 但是就 講一下其他新聞 在西貢那邊 有個25歲的男生 就租一個住所 制毒 海關就檢獲了 7300萬的可嘉欣 就是 剛才說的就是政治 這些 真的 政治都可以說 叫做灰色地帶 可圈可點 但是這些一定是不對的 他制毒 制了接近成億 7300萬的毒品 又是西貢 對 又是西貢 對 誰的女兒 西貢是甚麼 山高皇帝縣 隔了一條 又比較散落 但是 唉 你做這些事 你自用 你就不會 但是你說 你賣出去 有這麼多貨 你一定會有人 蓋到你的水 俗語說句 你的水被人蓋了 現在 警方 和傳媒 稱這個人為甚麼 25歲的可嘉欣製毒大師 哈哈 還有名字 對呀 他厲害了 年紀小小 這麼厲害 我有看門徒 要讀過這些化學 才懂得做這些東西 很搞笑 都說 懂不懂 他有沒有讀過化學 本身這個人 就是一個建築工人 他租了一個住宅單位 利用化學物質 製造 可嘉欣 淨化毒品 使其外表雪白 獲取這個暴利 最終就落網了 海關就 捉他 叫做可嘉欣製毒大師 封了他做可嘉欣製毒大師 也倒破了一個工場 製毒工場 執法人員 檢獲54公斤 懷疑可樂英 和約700克的懷疑可嘉欣 市值7300萬 嘩 真是非常誇張 對 還有 只能夠跟年輕人說 這麼厲害 這些化學的東西 不如正正經經做其他 用在證圖上 用來製毒 這些是終身監禁的 這麼大量 730萬都終身監禁 這些其實真的 錯十世都走不掉 所以非常傷心 見到這些 見到一些人 這麼年輕 就前途進位 有些軟食 軟食 軟食 生命有很多可能性 是啊 不是只有一個路 你說那件事 怎麼能賺到這麼多錢 人不用賺這麼多錢 那些幾千萬的不是你貸的 那些是你的罪名 加到你的監禁日期 所以 不要得貪 貪至得貧 永遠都不死 這是真理 不用得多少 再說 我再說一些有趣的事情 接下來可口可樂的玻璃瓶 就會停產 以後都沒有玻璃瓶裝的可樂 我相信以後只能夠在電影裡才看到 他就說 因為環保的關係 接下來會出紙包裝 我就不知道 將推出新包裝 在網上有人說是紙瓶 紙瓶 可樂迷就說 會出超薄玻璃瓶 總之原裝那隻 拿來做可樂糖的玻璃瓶 就沒有了 不用了 就會經改良後 加入環保元素 在2022年重新登場 大家有得喝 有得拍照 就好打卡 因為可樂的一個年代結束 2021年最後一支玻璃瓶的可樂 接下來可能是紙 可能是其他特別的玻璃瓶 告訴你 其實時代的東西是會轉變的 連可樂都會有新的包裝 不知道大家可否接受到這些時代的轉變 不要緊的 每天看新聞 聽新聞 你這個人就會不斷更新的新知識 今天時間差不多 麻煩你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鈴鐺 分享出去留言給LIK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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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